聽到就是聽主郎 我們台灣的主郎 國家的主郎 聽主郎電台 價格有台灣意識的本土台 這個是價格台賊的就對了 我們的主郎電台FMQ6.9 晚上7點到8點 如果在台南地区聽詹文駒 詹文駒是老牌主的民主台 FM8Q.9 FM8Q.9 晚上7點到8點 讓我們台南的鄉親可以多多利用 一邊一邊節目 我們是一天只四點鐘打拼在放閃 對在時到中途的報告到晚上 任何一分鐘我們沒有浪費 任何一秒鐘就不能把他放棄 一定要把這個台灣主流民意的聲音 台灣主體路線的堅持到追求 不只說給台灣人民了解2350萬人 竟敢說給全世界國際社會來聽情緒 所以這個是我們的初衷 我們的堅持和我們的目標 鄉親時代你不去暗 每天來聽地中的公佈 一邊一國的節目 跟我們來感激 記得配搬你的生活 讓你有快樂的心情 希望的人生 我們來共同來拍拼一個 有尊嚴 有望 這是我們的未來 來鄉親時代 今天這個節目馬上開始 來現在先來聽一個主題歌 台灣中國一邊一國之哪 凌半 降噴單 RUSSOLD 台灣 中國一邊 天空 台灣 中國一邊 понятно 台灣 中國し邊賓國 台灣 中國 一邊 賓國 台灣 中國一邊 賓國 台灣 中國 一邊 中 partes 台湾是台湾 中国是共同 台湾共同一边一边 台湾是台湾 中国是共同 台湾共同一边一边 台湾啊 台湾啊 台湾是台湾 台湾就是台湾 台湾要报 台湾是台湾 中国是共同 台湾共同一边一边 台湾是台湾 中国是共同 台湾共同一边一边 台灣人 文化、政治、經濟 方法到國方便 邀請這些專家、學者 講得很好 其中這個郵教授 他在政治那些博士 政治那些教授 也是民調專家 他來說台灣人 台灣社會怎麼看待 比安、比總統安慶 到今天是三千空七十九天 的完環還沒四千 所以這個郵教授 他來講這個扁案 但是他這個講 不是說用 他講的尊審 不是這個意思 他是依到科學的民調 依到這些所持 所股、客觀的這些政局 來分析說 這個安慶為什麼 我們說他是政治安慶 為什麼他說阿比總統 是受到這些 博士的完環 過程有什麼不公不義 台灣的民調希望說 怎麼來處理 怎麼來 把這種不公不義消毒 這個 由到 這個教授 由到民調的 管理專家 這是民事頂頭 百點鐘的節目 有來這個講過 很多鄉親 都在歡迎說 那一天 剛才沒有轉電視 剛才看到 地中 我有辦法 把他招出來 把這堆招出來 把這堆招出來 聲音 因為我們公布電台 就聲音 不要叫出來 這個地中 我今天 來完成 但是 這個時間 比較長 所以地中 我跟我們主題 我現在先設定一段 這是 由英龍教授在說 便案 說阿比總統的案件 我們來聽由教授說 看看 這個 這差不多四五文稱之後 地中我這裡 就繼續 來跟大家做報告 感謝 中科學所持紀錄 台灣人的聲音 我是 由英龍教授 作為來探討 真真正正的 臺灣民意 今天的主題是 台灣人對 彼岸的 態度 台灣人對彼岸的態度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 彼岸 彼岸 簡單說 就是 丹水比前總統 下任之後 所承認到 所有的 手法案件 我們 為他的背景 來公開 2008年 五日空 中華民國第十二次總統 馬英九 就任 同一天 丹水比總統 九點 六任之後 十點 就讓特徵組 犯罪出見 為那個時候開始 特徵組 如影隨行 緊迫頂人 鎖定第一家庭成員 親信 幕僚 政務官 窮追猛打 為期 長達 半年之久 吳文中檢察官曾經公開講說 陳前總統 應該槍斃了吧 另外一個女性檢察官 岳芳如 嗆說 這個案子如果辦不出來 我們都應該下台一舉功了 八位特徵組檢察官曾經一致排開殺氣騰騰 新證好像已定 但案子才剛開始辦 罪證在哪裡都還不曉得 氣氛相當詭異 但隨便前總統在2008年11月12日 那天再去 給台北地方發言 裁定收押 他在驚訝他的車時 高級上號的雙手 大聲講到 手法拍攝政治拍攝台灣加油 這次非常激動 從那個時候開始 但前總統失去自由 他比妖魔法 他的名聲整個掃地 變成中華民國第一位 露營之後的總統 官司殘身 並且坐牢 到今天為止已經八年半 當前總統比特森族 進班的大小案子 差不多超過十個以上 但是最有正義性的 國務其妖婦這個案子 因為一勝二勝法官 見解不一樣 有的 打武器道行 也有打無罪的 這位置還沒有三審定業 真正比打有多的是三個案子 農潭購地案 二次緊改案 陳敏勳買關案 但這三個案子 打割的時候 他定演的時候 他的 定屬理由和事件 都穿完整理 我解 理問很多 各位說 最後反應兩次打割 當前總統有做的時間 都選在台灣重要選舉前 一次是 2010年 五都選舉進行 一個多月的時候 另外一次是 2010年 總統代選進行 其中一次 剛好是 馬英勇 前總統 當時的總統 他在請 包括 俗法議長 副議長 有頂 摸他們的高層的官員 並且公開 針對 平安的 心理的進度 表達 關切 每天也有獲得 這都讓人覺得 馬英勇 現實有公然干預司法個案的嫌疑 除了這以外 你心理平安 上官司法案 嚇的過程當中 也出現 中途 換法官 檢察官 教授偽證 最後犯以 自圍判決 頂頂 非常理奇的狀況 冤案是不是一個 冤案假案錯案 這是中國人說的 冤假錯案 這是無所臺灣人 心中的疑問 今天 我不是要用 書法案件的 這個 角度 來說 平安 我認為有一個 非常重要的角度 可以切結 就是臺灣民意的角度 來切結 書法 當然法官在看 但是 最重要 尤其民主的社會 甚至是一個 威權的社會 人民怎麼看 社會怎麼看 這應該是更重要的事 我們 從這裡開始 下面的分析 是 經過 2015 跟2016 兩次 全國性 民意調查的結果 這兩次調查是 臺灣 只有這兩次而已 這是我主持 超人 客觀 公正 可以接受 最嚴重的檢驗 第一個問題 是關於 旁邊 是不是有得到 公平公正的心盤 我們在 問的時候是這樣問 我們的問題是在問說 在陳水扁前總統所簽設的司法案件審理過程中 有許多爭議 整體來講 您認為他有沒有獲得公平公正的審判 說沒有的 百分之四十五點九 說有的百分之三十七點八 不知道 百分之十六點四 這是二空一兩年 那麼在二空一數年 我們也一樣有這個調查 我們也一樣有這個調查 一樣的題目 就是說 在陳水扁前總統所簽設的司法案件審理過程中 有很多經理 整體來說 你認為他是不是有得到公平公正的審判 二空一數年 說沒有的人百分之四十一點三 說有的人 只有百分之三十一點七 最差差不多十個百分點 不知道的人百分之二七點一 為二空一四到二空一六 人家看到 其實民意對 丹水扁前總統是不是有得到公平公正的審判 這個事情是相當的一致 相當的一致 所以 這是到今天為止 優惟是一個存在在台灣人心中的一個重要的問題 除了前三個問題以外 我們還有其他三個重點 來跟大家報告 第一個就是說 旁邊是不是一個政治變化的事情 台灣人到底怎麼看 台灣社會怎麼看 所以我們問這個問題 二空一六年的調查 這個問題是這樣問 就說有人認為 必然主頭自衛經問 就是一個政治變化的事件 請問你 有同意嗎 這個問題 當然非常重要 二空一六 這個問題研究的結構 就演出來 同意的百分之三十五點一 沒有同意百分之五十五 不知道百分之八點四 不知道百分之十四點九 兩年兩次 兩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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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 便利 一同意 負擔 對 那 那 一位 總之三十五 定義是五百七十幾萬 五百八十萬 這種人口的規模 這是不得了的事 兩百的調查都顯示 社會有這麼多人 在這期丹水扁前總統的這個司法案件 是一個政治批凱的司法 這民進黨 新政府應該好好去面對 如果這個案件 糾丹大海 民進黨新政府 不要插 不要問 人民會去問什麼 人民會去問說 這樣台灣社會有可能有共同正義嗎 前總統 會收到這種比參的造語 讓我們一般老百姓 如果這個政權繼續下去 司法改革有什麼意義 這是我們大家要去思考的問題 所以 經過頭前四個問題的討論 我們得到一些重要的發言 就是說 今天的台灣 有四十六個台灣人認為 丹水扁前總統沒有得到司法 公平公正的心法 四十三的人同意說 馬英九前總統有干涉司法的行為 有三十五的人相信 兵兵是一個政治批凱的事項 有四十的人認為 民進黨在過去這幾年 對丹水扁前總統的造語 關心不夠 太多消極 這樣一個無所不在的 這麼大的社會現象和社會關懷 民進黨政府不需要好法去面對 所以 維川府我們說 民意是重要 因為 有時候思法 判斷 有問題的時候 公道主在人心 聽眾朋友 議長這段的錄音 就是我們的 郭教授 郭英龍 教授 也是現主席 市長在發表專業的民調 台灣民意基金會 所以 他的黨署長 現在在做黨署長 他來主持 在這個 前一兩天 就是這個對到民進黨完全執政 我們民調的所持 有差不多五三 九六三 是 標示不滿意嘛 這個完全執政 就是民意基金會所來發表 當然 這個所持指揮書 重點在後面的分析 所以 剛才 我們對這段 差不多五分多前 這是 初前開場白 後衝 因為在中間我加幾段 才不會說一次 它這段 錄音上過得更多 聽眾朋友可以聽得更清楚 會依照 臺灣民意 大家社會大眾來看代表 可以這樣 檢查關鍵記者會 就 還沒進辦 先開始說結論 先把你用手套靠起來 來製作媒體的心盤 來這個 先不經過法衣 先把你定罪的那種的 分圍的那種的氣氛 你說這個沒有政治的干擾 沒有政治的概念 你看對民調 你就看得出來 這倒數的人民是覺得 無法接受嘛 你這個後面一定是政治因素 不是說你是下任總統所發生 不只是說丹總統 做過這個 八年的臺灣總統 他這個後面 你對這樣所有的政府 這個主觀 客觀所有的政府 綜合起來 會讓人懷疑 讓人質疑 讓人認為 這背後就有政治欧洲嘛 這種我們的感受 這種影響 你看對民調的科學 這民調很準的 你說一次民調做一兩千人 但是他所代表的民意 人整個經濟社會 兩千幾萬人 所表達出來是一樣的 所以 他的科學有科學 他這種的專業道理裡面嘛 為什麼倒數人民是會說 這後面是政治因素 去現時政治因素 就政治安靜嘛 這樣你要說這是公平的 這是做俗話的 公平 獨立的 說給整個聽嘛 所以你對郵寶寶 他的剛才這個 生粗暴分析 你就知道為什麼 這麼多人在主張說 旁邊是政治安靜 政治安靜已經屬性 要來要怎樣 我們現在要問的是說 接下來要怎麼做 已經發生了 我們就不論了 已經幫你撞下的 我們就先別說 後面要怎麼做 要怎麼處理 這個郵寶寶 有怎麼跟我們講答案 他用他的分析 用他的專業 用民調來講 在中間我才利用我們節目的時間 一段一段 跟大家做這個計算 來用這段 我們現在先進一個講序 聽一下我們的講序 後面再回來我們的現場 後面的專線 八台專線 在中性部 康徹761 北空清湖 07 761 8075 如果有欠容 要把鄉上家來頂會主門 高官 你都把他卡進去專線 現在 整個大環境是很壞 所以 這各位今天 最好一禮拜也準備一禮拜 前面拼這幾天 後來 後禮拜 要人家鄉上記憶 在中間是無顏見江東富老 實在是 真見小 沒面子 因為鄉上在幫我們支持 所以 沒辦法高興這段 這是人的尊愛人的尊照 現在整個經濟是非常 極 實在非常不好 一國位的這些性質實在偷偷偷 三個偷偷偷偷偷 但是 這邊也拼了幾天 拜託聽眾 靈力 這個 宜客 可以跟我們的節目到三天 跟一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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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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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來煮菜 這個米仔也要有米 要來修煎也要有槍雞 有這些子彈 有這些牛草 不然沒有這些補給 實在也沒辦法修煎 你說你理念在如何 一邊一邊一邊如何 大家主流民族在支持 實在這個現實的因素 公布電台每天要有時大費用的 如果這個鄉上無法跟我們支持 真的我們這個 一邊一邊大家就要關關起來 就要包起來滴水了 所以聽眾朋友 最好春 這個月 最好幾天 讓地中又拼一個 拜託大家來到三天 07761 北空15 07762 8075 等一下再回來 現在是公告的時間 感謝各位聽眾朋友 準時收聽我們一邊一邊一邊 愛台灣 從我們節目的第一集開始 有很多好朋友 讓地中報規的建議 地中都有放在心肝頭 有很多主張 大家在說 大家很要義 因為年會的關鍵 骨頭的問題越來越多 很需要 也希望地中介紹這方面的產品 我不敢放不記得 有很多認真來做研究 因為如果是要推薦 絕對不能是親親猜猜猜 不管是它的品質還是效果 都要是一定一 現在已經過一年的時間做現法 也通過到國家相關的規定和提出 我們現在要推出到最新的產品 鈣D加 鈣就是鈣一個鈣 D加就是維生素D的意思 這方面的法律專家 國豐民的 怎麼用一個國中 都圓的角度 這不是在說政策的 不是在說感受的 我相信對抗到對抗到抗到的 不是這種的狀況 真的假假用理論 用政策 用專業 來跟這個社會代重 普遍中的 很多人不一定了解 老實說有的人不一定了解 他相信過去為替代的 那種磅毒 那種給你誘導的影響 他沒有對到 旁邊有些偏見在那裡 所以今天要怎麼來把他消毒 要怎麼讓他重心輸刻 讓這個重心再來輸刻 很重要 來結束我們第二段 聽這個尤英龍教授 裡面是怎麼說 阿比總統的案 怎麼要完方 你把它聽就知道 我們來看另外第二的問題 很多台灣人也在 討論 議論 說 馬英雄前總統是不是有涉及 炭水比前總統的思法 這個 這個 心法裡面 大家人家到底是怎麼看這個事情 所以 我們在 理工英力的調查裡面 有問說 司法對扁案明顯的不當偵訊和審判 和馬英九前總統脫離不了關係 就是有人這樣說 請問您同不同意 結果有憲息出來 這個廟裡面說憲息的 百分之四十三的人認為 馬英九總統 跟扁案的審理 扁案的審理脫離不了關係 但不同意的也有百分之四十五點七 這顯示什麼 顯示說台灣社會 內部到今天為止 對於馬英九是否涉入扁案這件事情 正好 正好 是有 兩派的看法 而且非常的接近 意思就是說 四十三的人 對馬英九前心 他相信 他有涉入扁案的 真信過程 所以這個是一個 變成是一個公案 變成一個公案 一樣 在2014年 我們也有做過 類似的調查 當時 2014年 同意的百分之三十八點八 不同意的百分之四十六點四 一樣是一個 看法分歧 但是 認為馬先生 涉入扁案的人 相當的可觀 那麼 第三個問題 我們要問的就是說 陳水扁前總統 在2008年 5月20號卸任之後 被限制出境 然後跟著就是 減入司法的風暴 在這個過程當中 民進黨內也開始傳出 跟阿扁切割的聲音 那根據2008年9月3號 中國時報記者 蔡慧珍的報導 民進黨 民進黨永遠的秘書長邱毅仁 曾經對此表達 不以為然 他是這樣講 他說 民進黨的動作 應該要等司法調查清楚 等這些事情 過了再說 民進黨人此時 是根扁要切割 要切割什麼 怎麼切割 是切割官司 還是切割過去八年的公公過過 土耳仁是這樣標示 因為他們標示說 民進黨要跟 切這個官司是真無聊的事 阿扁有多就有多 沒多就沒多 都是阿扁一個人要去生黨的事 如果要把阿扁過去八年這場 所有所謂都跟民進黨切割 那是不可能的事 阿扁這場八年的公公過過 很多人 也需要時間去沉澱 這是富裕全身的看法 台灣人到底是怎麼看民進黨跟 旁邊切割 所以當然 我們也是這樣問 同樣 2016年 這個問題 我們問說 有人說 過去八年 民進黨對 丹田總統的關心不足 台東消極 請問你怎麼有同意 結果 現實出來 是這樣 同意說 民進黨對丹田總統的關心不足 台東消極的 差不多44%的人 沒有同意百分之五十 不知道哪百分之十 到民進黨中環這場後 競聯還有四成的人 認為說 民進黨對丹田總統的關心不足 這是一個 很清楚的一個民意 的質疑 我認為這是 這是 在這政黨政府 提出的事情 那麼 利空 一數年 其實 我們也有做過 類似的調查 一樣 真對 民進黨 是不是對丹田總統的關心不足 利空 一數年 這個民意 調查的結構 這個表 非常清楚的 點現出來 百分之五十的人 沒有同意 說 民進黨對丹田總統關心不足 沒有同意的百分之三十二點四 差別 中共百分之十倍 社會這樣翻營 唯一一定的意義 唯一有民進黨 會讓台灣人 讓台灣社會 有這種的感覺 有這種社會的感覺 民進黨自己要好好檢討 那麼 我們前一步 來去討論這個問題 在這個背景之下 有些人開始在思考 要如何好好 妥善解決 這個 兵案的問題 那麼 好處理這個問題 的方法指引 就是說 指引 就是說由總統 行屬憲法 所給他的 專屬的 力射 力射這個管理 以前李定輝總統也沒用過 台灣社會 在過去這幾年 事實中對 力射這個問題 除了政治學者 法律學者 有一些 閉門會議的討論 以外 社會 也有一些零星的討論 但是不是真對 這個問題 並沒有真真真正 做很親切的討論 這個 2014年 那時候 我覺得這個問題 重要 所以 我有做一個 全國性民意調查 2014年 所以 那次的調查 我們問題是這樣問的 就是說 有學者主張 特色丹前總統 合情 合理合法 是鐵底 改革 平安為 他的做法 請問 你有同意嗎 有45.40的人 有人 贊成 或是說他同意 說 極謝丹前總統是 鐵底改革 平安的 為他的做法 不同意 有百分之四十是 不知道 百分之十二點五 這一段 我們也再問一個問題 非常重要的問題 就是說 因為李空意思是 馬英九在之前 所以那時候我們問的問題就變成說 馬英九總統 有人說啦 有人說 馬英九總統不可能 極謝丹前總統 但是 李空意思是 民進黨如果重複這件 一定要極謝丹前總統 含他一個共同 請問你有贊成嗎 結果是怎樣 結果就是這個表索 現實出來 百分之四十六贊成 百分之四十一 點那個人 無贊成 百分之十二點九 不知道 現實說這個問題在台灣社會 也是一個看法嚴重分歧 1974年8月9號 當時美國總統尼克森 因為水門案下台一個月之後 9月8號即任總統的福特 他就宣布特赦尼克森 引爆國內也是非常強烈的爭議 不過 福特總統在一個多月之後 到參眾兩院 到國會演說的時候 他提到一段話 非常值得國人 還是說全體台灣人 好好注意他講的這段話 他說我特赦尼克森的目的是要改變 美國目前舉國注目的焦點 我希望去做我所能做的事情 將我們對一位已經毀掉的前總統的憂恨 轉移作為對一個上升中國家 迫切需要做的事情的追尋 我覺得這個意思是非常的深刻 而且非常的睿智 這個也正是此時此刻全體台灣人 包括蔡英文總統應該學習的智慧 特赦陳前總統 化解台灣社會長期的分裂與對立 終結仇恨政治 開創台灣歷史新局 在博士如馬的今天 將舉國的注意力重新引導到 對一個極具弱化中的台灣 所迫切需要做的事情上面 這是當務之急 也是絕大多數台灣人民 嚴正要求全力在握的朝野政治人物 特別是民進黨籍的蔡英文總統 必須要做的事情 因為那是掌權者的責任 也是義務 關於陳前總統的歷史功過問題 我們也做了研究和調查 有人說 無論如何 由陳前總統對台灣公演大於過 請問您同不同意 百分之四十千的人 和陳前的為止 又認為陳前總統對台灣公演大於過 這是一個非常特定主義的現象 因為陳前總統已經被邀魔化八九年 但台灣社會沒有忘記阿扁 對台灣掌握做過的事情 今天的台灣已經因為旁邊 變作是一個再度被撕裂的社會 要如何好好去面對這個問題 好好給他一個適當的解決 這是一個當政者必須要嚴重面對的事情 蘭水平這位真真真正的台灣人總統 很多人這樣認為 他所做的這些被撕裂的事情 都是因為事發脾氣 政治脾氣所造成 這是很多台灣人所相信的事情 美國歷史上 最受到人民尊敬的總統林肯 他別說過 一棟自我分裂的房子 不可能屹立不搖 台灣能不能屹立不搖 台灣如果要屹立不搖 必須妥善解決扁案 扁案如果沒辦法適當解決 蔡英文總統講 再多團結全國的話 也不過是癡人說夢 講轉型正義 也只是選擇性的轉型正義而已 聽眾朋友 醫生這是第2段 我們的郵教授 郵恩榮教授的分析 其中這個重點 就是說 百分之五十 這個民意 認為說 民進黨 民主進步黨 對到丹總統的這個 所作修 筆案 這個過程是 關心不夠 關心不足 政府關心不足的是 五十八 因為這個 關心不足是三十二% 很明顯 這是中 十八% 將近20%的落差 簡單說就是 多數的民意 是因為 民進黨 可以更加關心 更加積極 包括在國方面 你說 聲音也好 來幫忙也好 所以這就是 有人在說 切割 切割 或是要來分割 某教授也有說 這個邱毅人 先生 他的看法 說這個沒辦法切割 這個八年 民進黨的這個 黨總統的這個 這個這個 整個團隊 政府的團隊 這是一個一體 這個 有功有過 有做好的 做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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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不到的地方 這是整個政體 這沒辦法說 做切割 一條線 切下去 分做兩邊 這是不可能 發生 也是不實在的事情 也不需要這樣做 這個八年 這政 我們要來選團 它好的 成績 讓大家知道 歷史這政 我們的優點 我們的好處 對台灣的共演 在對 這個 這是 今天我們用這個 民調 來講 它的重點 大家來講 最實質 最重要 如果沒有講 這當然會有很多人 沒有了解 五個地方 所以 整一張 可以問別人 民進黨 如果說 說的不夠 這是我們自己的 進入 也不可以 嚇壞說的黨 來講 當然黨 由他的立場角度 這很好 如果沒有的時候 我不知道 可能 如果沒有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自己來 所以這也是我們 本節目 一邊 一邊的台灣 我們這個重要的人物 如果沒有我們這台 還要減這台 下去 實在 現在實在有夠派遇期 大頭有夠重 如果說 一國月 都沒過 還減這台去 我也不知道 會比這如何 縱使我們 可以一天 發一天聲 為了比總統 出聲 為台灣出聲 為我們的主管出聲 在中 大家繼續打招 來 現在先進一天 上學部 用真實打 我們這個三片 合部傳算 一樣 0776180015 077618075 現在是公告的時間 感謝各位聽眾朋友 準時收聽 每一位 現在在收音機 頭前的好朋友 都是我們一邊 一國 最重要的後遇 在中 都要用最好的節目 和最好的產品 來回報 我們大家 推出一個新產品 除了 跟一般市民上的 相片一樣 要通過 國家相關的檢驗 和申請 其實在公布電台 要來訪問 還要準修 廣告電視法 的規定和標準 非常嚴格 跟電視的工具 你所看就一樣 所以大家 可以安心來服用 我們所推薦的產品 在中 也要特別要求 對身體功能也好 吸收的效果也好 都一定是要最好的 最好的 讓我們的聽眾朋友 可以一邊 支持愛台灣的理念 人民 又對你的健康 有實際的這個幫助 請求我們所推出的 新產品 給他第一家 吃好豆腐 在中 我也是親身吃 差不多半年的時間 看到這個浩哥 還是不錯 只要介紹 給我們的鄉親 思大 最有這個產品 推薦給大家 我來對日本 進口的 正性Q10 還有 軟鈴脂 葡萄脂萃脂 萃取物 維生素E 加營養素 只要一罐 能夠月分2800塊 正性的沈海魚油 原料對白歐 國民所得相關的挪威來進口 有豐富的Omega 3 可以補充到EPA 跟DHA 能夠月分2200塊 跟行政議論委會的技術合作的 合併乳酸脂 是真的用乳酸脂的基石鐵 下去做 跟一般用培養的均石鐵 是插鐵跟鐵 一個原料是幾粒的乳酸脂 一個就是細菌的均石 在中這樣說 大家就很清楚 只要台灣的國保 只有台灣人才吃的賭 和平乳酸脂 一罐吃2500塊 3500塊 用整隻雞 下去的新鮮地雞精 口味就像以前我們的阿嬤 用自己的肚子 來地一樣 香醇又好喝 補充元氣 也是白人買回到鐵仔 最好的選頂 一套有30包 是5400塊 最後是我們的蓋滴家 蓋滴家 用最好吸收的鈣質來製作 更加上可以調整你的胃痛的功能 對韓國進口的beta普聚糖的多糖體 可以增加你的鈣質的吸收 幫助你的骨骼 跟水氣性中的維生素D 還有膠原蛋白 不管是需要補充到 跟一個老大人 或是長在住的少年朋友 都做事實 一罐120粒 到雲金只要1200塊 以上五行的產品 後果都不一樣 油量還有補充 拜託鄉親市長 大大仔仔支持 請到服務定位 控制761-100-075 控制761-100-075 謝謝 感謝 感謝我們全國的鄉親市長 繼續回到我們 一邊一國愛台灣的節目 結局 感謝我們全國的鄉親市長 現在繼續我們一邊一國的節目 來順利是 我們今天這檔晚 吹自由的風聽台灣歌 這是剛才的地上所說 這個國度六合國道六號 這位南島的鄉親 林先生 他一天來服務處 人家在開港說到 民眾黨來建設這個國度六合國道六號 整個打通道 整個中部 台中 不管是市區、館區 和南島整個 和風景區整個連結起來 不只是說來七頭館公 對到南島的鄉親 我們要來台中 台中的鄉親 來南島 幾個這樣 任督二麥都打通 說阿比總統共演 實在應該 要讓他一個公平 公家的這個兵家裡 歷史 然後有一個紀錄 所以我們這個林先生 他說 地上如果節目中 幫他點這首 台北新高雄 他說那當時 他這個南島人 但是你 阿比總統在選 一九九數年 第一次選台北市長 他當然是在台北上班 在工作 所以 非常快念這首 一九九數年的 這個競選歌 台北新故鄉 台北新高雄 看地上可以在空中 來演奏一首 讓大家來快念一首 算起來看這個二十幾檔情 二十幾檔情 鄉親是誰 我們現在要跟他欣賞一下 台北新故鄉 這是 那當時 詹鴻達先生做曲 陸韓秀先生做瓜俗 阿比總統在一九九數年 競選台北市長 那當時是第一次開放民選 這個 歌曲 我們跟他欣賞一下 謝謝 謝謝 天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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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莫名歌詞 台湾的門堂 歌詞莫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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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詞曲莫結婚 歌詞莫結婚 歌詞莫結婚 稱 stuk Isaiah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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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